各位,美國商務部在2022年1月27日 即昨天公佈了首次預計數據 美國商務部大約每年都有三次預計報告 當資料更加多時,就會調整一下再報告一次 多些資料調整一下再報告一次 這是首次預計報告,是一個早期資料 他就說2021年第四季度 美國實際國內生產總值按年率計算增長6.9 2021年美國經濟增長5.7 就是1984年來最高 當然他們的總統在這大做文章 我多厲害,我一年上任一年 我只想一年,美國做到了1984年來 從所未見的高的經濟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 大家要記住,他2020年 那一年在特朗普手上 他就是負增長 所以這些數字有很多水分 我不是詳細說這句話 我想跟大家說說 其他網友怎樣看這個數字 所以就搜集一大堆網友的看法 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些網友這樣走 不正常 走直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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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就是 這個是美國的新的皇帝新衣 他怎麼說呢 他說美國201年對全球最大的貢獻 兩樣 第一就是 首先 新冠死人了超過四十五萬 當特朗普上場的時候 拜登已經送了二十多萬死者給他 然後 在拜登手下 死了四十幾五十萬人 其實我覺得差不多是六十萬人 今天美國的總共死亡數字已經超過九十萬 比起2020年多死了五十萬 絕對是美國第一 這個是實的部分 因為大家看到 也可以用華盛頓國家大教堂 喪眾為新冠死者敲出來作定論 第二就是他的經濟增長 這個5.7 就是為1984年以來最高值 但這個稅據含有虛的部分 原因是什麼大家都懂的 狂刃綠色的紙 直升機切錢的大水晚貫 不肥就難了 這裡就證實 現在瑞王比董王更加懂得如何 是美國第一回來 我們看第二個 這個人說 我怎麼看的數據呢 2020年 前年美國的CPI 即是通脹率是0.4 2021年是7.04 7% 也就是說 美國兩年平均的CPI 兩個加起來 隨意 就是3.65 百分比 已經高過名義GDP增長的0.07 換句話說 美國兩年來平均來看 已經進入了經濟衰退狀態 只是看2021年衰退更加嚴重 明義上增長是5.7% 實際是-1.3% 因為它有個通脹是7% 所以現在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到底它這個計算了通脹尾 大家未知道 但我們知道 從實際工資來說 美國在過去四個月 是人工下跌的 在計算了通脹之後 所以從經濟角度看 董王是迫著美國人頂著疫情上班 到底被瑞王大殺錢好一點 究竟保住了經濟病死的人數更少 大家要記住 在董王的期間 就沒有Delta在這裏 另外一個 沒錯 每個國家 發佈自己國家的數據 都會用本國貨幣計算 好像美國是這樣 日本是這樣 澳洲是這樣 但是為了要比較 所以要用一個共同的單位 增多就是多少 但要用其他各國比較 就要換算成一個同一個單位 多少年來 所有國家都是以美元為標竿 日本的GDP是多少億美元 日本、英國、德國是多少億美元 我們國家也習慣用什麼什麼美元比較 而IFM 即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亦都公佈各個國家的GDP名次 亦都是用美元計算的 為什麼沒有什麼 人家是霸權 這個是這樣 反映出我們很多人都仍然用美元做GDP 我們跟著看看 這個就有人在這裡計算了 就說2020年 中國那時的GDP 那個GDP是14.75萬億美元 2021年就是17.73萬億美元 既然你關於美元計算 那就要計清楚了 到底中國的經濟增長是多少呢 美國只敢自己本國人說中國經濟增長八 敢不敢跟自己本國人說 中國2021年的增長是增加了一個印度呢 如果我們用這個美元計算的話 中國的GDP增長是超過20% 下一個朋友就是用了通脹來計算 這裡一樣 我們剛才和大家讀的時候 到底GDP有沒有計算過通脹下去 我們沒有人知道 所以我們現在應該沒有 因為它是說它的 用美元作為計算 所以美元的升降也好 以及CPI是沒有關係的 不過現在這個朋友就這樣計算了 美國的GDP是5.6 5.7是扣除了通脹的 他說計算扣除了通脹 中國的8.1也是扣除了通脹 所以不同的是美國計算美元 中國計算人民幣計算 所以兩者的百分比比較就不值觀 去年人民幣對美元的回率上升了10% 所以可以換算一下 如果用美元計算 美國的GDP增長5.7 而中國的GDP增長18% 這個據計法不知為何和我計算是不同 我計算是20% 他計算是18% 那不要緊 18好20好 中國的GDP 用美元計算 增長是十幾個百分比 如果按人民幣計算 將美國的GDP轉回人民幣 將美國2020年的GDP轉為人民幣 將2021年的GDP又轉為人民幣 美國GDP的增長率是-4% 中國的增長率是-8% 因為中國計人民幣的增長是-8% 美國人為了自己國民心裡好受 自然會把中國GDP降成-8% 把自己GDP降成-5.7% 讓那些屁民們 簡單用自己較大規模的經濟體量 頓時的心就安穩 應該搶就繼續搶 應該吸就繼續吸 大家明白這個意思 如果2021年沒有GDP和沒有疫情 如果將2021年的GDP和沒有疫情的2019年比 應該是比較準確一點 中國的增長是-10.6% 美國只有2% 美國比中國差很多 另外一個是著名台海問題的學者李毅 曾經為中國2021年的經濟增速 沒有美國快而發牢騷 但實際上美國去年2021年的增速之所以有5.7% 因為2020年的GDP負增長基數太低造成 而且還有比2021年增長的2.0% 大一部分是美國利用美元霸權 大量印鈔票向全世界輸出通脹 獲得不易之財 所以有人跟你們計算 這個數目的數目是2020年除2019年的GDP負 所以只有96.5% 2021年和2020年比是10.5% 因為增長是5.7% 因此跨年 要將這兩個比率乘在一起 得到增長了2% 而中國用同樣方法的計算 是得到增長了10.6% 另外這兩個跟GDP沒有特別大關係 一個就說到登塔國現在是三哥化 燒船、撞艇、訂飛機的節奏都一樣 可喜可可 另外就說美國的殯儀業 比美國的GDP增加了不少 另外就說得很實際 如果中國死幾十萬人 然後經濟增長一定被描述為大血的GDP 有個朋友說 你竟敢諷刺美國的GDP是大血的GDP? 大家記住 經濟的增長 很多時候有很多爭執 大家定義不同 待會跟大家分析另一篇文章 剛剛就說M0、M1、M2、M3 因為不同地方用不同的報告 所以大家容易誤解了 到底經濟是怎樣的 現在這個經濟上的問題 很多時候就是 因為不同國家報的數字 是用不同的標準 所以要轉到一個標準是非常困難 因此中間有很多誤解的